配合星光桥周边整体景观改造计划也一直在进行中 而在江北桥这一带也是其中的一个区块 将施作景观台还有和细致历史人文有关的入口意向 只是大型砂损台车景观台做好了 却反而引起民怨 地方认为做的跟当初说的都不一样 连瓷砖上头的字都做的不用心 所以在接户成情之后 27号下午议员周亚林服务处就邀请相关单位人员现场会刊 要求尽快修正改善 27号下午包括议员周亚林服务处 里长市府水利局等相关单位人员是到了现场会刊 有好多的民众跑来关心 主要是因为好不容易等到入口意向工程接近完工 但是做出来的东西却让地方很不满 首先就是江北桥边这里 只见在台车还有老旧照片的上头 是用木板挡水才不会让雨水直接的损坏磁砖 但是木头做的地方认为问题很大 所以我们家里长的往生一把 两个公里要放肥 自边的东西 说再说做在做 刚才粗盐的东西也够了 我们这里有房子的事 改善的土壤 做那些都不可以 那些水利林荣丘派不满 那些草的帮 两个草的帮都要改善 那些都免得两个都要改善 那没办法嘛 做在台铁而已嘛 现在是做在台铁 骗孩子嘛 本来说的跟做的又一套又不一样啦 那今天就是说希望能够在 第一个 50年代七七车的这个 上面的这个遮雨盆的这个 因为会下雨天嘛 风吹日晒的时候 它雨会渗到这个磁砖 会把这个磁砖的 这个图面那么漂亮的图面会破坏掉 那希望说上面加一个小铁的白铁的白铁板 把它止水止肉下来 尤其今天看的话 文字不清 字体不漂亮 还有我们的节水沟也没有做好 所以我们今天就决定 要它重新再做 既然做了却不用心 地方抱怨连连 当天好多民众反映 这里是个大门面 文石景观设施 却状况连连 再来到另外一面 问题更大 只见咖啡色磁砖上头 写的是蒸汽机关车的简史 但是文字编排问题 好多字的笔画都消失在磁砖接缝中 地方难接受 可是这个是算 这个西方的字啊 割切字片 你看 像这字 这个水看得懂呢 切开坑 聊 应该都把它切断了 染水啦 短短的一个月的时间 就变成这样了 如果再上两三个月还是半年 整个字幕应该都没有了 像这个是应该可以注意的事情 为什么不去注意呢 简直跟一个丝块一样 你看 切了上一个下一个 中间这样一段 左右切来切去 不像一个字嘛 你字体的话 你呈现 你看这个磁砖这么漂亮 你看这个的话 这里是两个字嘛 不然你看看 三个字 你看看 这里一半 这里一半 这里中间一块 就贴一半 不像样嘛 不像一个图形嘛 那我希望说 今天开始完了以后呢 他在做的时候呢 我希望我们的里长 要在现场来监督 因为整个完工完了以后呢 以后呢 就没有时间 也没有资源 再做这些 当天看了之后 也要求相关单位 针对地方提出了意见 尽快的做修改 让入口异象能够真的成为细致的新亮点 就成惠林细致采访报道